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宇宙不同 我是我民族医师 台湾夏季天气热之外还带着雨 那这个雨湿飘着 甚至是好雨进来我们的大地里面以后 我们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湿气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湿又热 所以这个情况底下 大家都喝很多的凉饮或者是冰品 那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所谓的外湿 就是下雨影响的湿气进来 然后自己又喝了很多的这种凉品 那也就是内湿 这个内湿加上外湿进来以后 在我们身体里面就造成一种湿气 一种泛滥的一个现象 那在中医的藏相学理论里面 它有分上焦 中焦 下焦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上焦 中焦 下焦 会感受到这个水分 或者是我们说的湿气会进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在我们的上焦是什么地方呢 上焦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心肺区 那心肺区通常是在我们的横口膜上这个地方 所以当你上焦感受到这种湿气很重的时候 你就会有头晕头痛 甚至于会很烦很闷 甚至于觉得头好像戴了一个帽子 甚至于觉得好重 那如果跑到中焦的时候 中焦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有这个什么皮 胃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就会忽然间的拉肚子 然后黄胆 那甚至于会觉得什么肚子痛 这个部分都是有的人还会觉得很脏 无来由的就很脏气 那到了下焦 大家我们知道下焦 基本上就是在肚脐以下 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的下焦 所以还有什么 有我们的肾 还有这个膀胱 大肠 小肠 甚至有时候还有一些肝的这个部分在 所以到了下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什么 有些人会有这个男生会有什么似乎腺 容易这个发炎 肿大 那女生就会有这个分泌物比较多 甚至容易什么尿道感染 这些都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上焦 中焦 下焦这个部分 呈现一个湿气泛滥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怎么样来判断 你可以发现说 你每天上厕所的时候 这个湿气中的人 他这个大便就很黏 排泄物特别黏 然后黏黏的不成条 那舌苔最明显 舌苔一伸出来 我们中医吃都会看 我们到底有舌苔 舌苔很厚之外 黏黏的湿湿的 外面会有什么荷叶边 这也是有湿气很深的一个表现 那这样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一定会什么 又湿油热的情况 一定会喝一点清热的 然后又沥湿的 所以就会大部分人都会吃一吃 什么良品 冰品 像我们大家耳熟年详的 有这个绿豆汤 艺人汤 绿豆艺人 或者是一些瓜类 或者是比如说丝瓜 苦瓜 冬瓜 这些有可以煮的瓜 或者是不能煮的瓜 比如说西瓜 这些凉瓜 或者是香瓜 这些放进来来吃 然后来沥湿 但是有些人肠胃很弱的人 你让他吃这些湿气 比较重的 或者是说清热解毒的东西 比较多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什么 会容易拉肚子 那时候拉肚子的状况底下 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 加一些姜 那你知道夏天的时候 我们吃很多良品之外 我们的阳气就会变弱 那太阳给我们的光线 它会带给我们人很温暖 那这是一个阳气 那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 你晒晒太阳流流汗 那一定要补充水分 要不然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产生什么 一种热向 所以会口干舌燥 那这个部分就有湿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喝点良品 加点姜来去到我们的湿气 还会保存我们的 增加我们的这个阳气 增加那个代谢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皮筋这个部分 我们还可以吃一点什么 四神汤 四神汤里面就会有一些什么 芡食啊 这个我们的山药 或者是我们的莲子 这些呢对一般人来讲 还可以去湿健脾 然后又可以保持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阳气之外 还可以把湿气 做一个挥花的一个状况底下 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湿气出去 然后把我们的阳气 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然后做一个好的一个代谢 那这个情况底下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 越来越健康 不会说到了夏天的末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整个变得虚弱了 很累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还有就是呢 一定要什么 保持一个流汗的一个状态 要补充水分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谢谢收看再会